今天过来看一个庙 这里是青春外山 这里有一座寺庙 可能在四川人中间 在城寺人中间名气没那么大 但是 但是在香港人中间 知名度非常的高 我以前到这个庙来 遇到很多香港人 或者是广东人 他们到成都的话 一般都是要必来的 这个地方 具体什么原因 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植被非常的好 青春山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来了以后 你明显就有一种 这种名山大川的感觉 你就看一下这些树 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都是这种参天巨树 哇 这个树好高 现在那些游客都是很有意思感 就穿的那个 那个圣东山河队好像在那里 所谓的汉服 这两个车子比较多 特别是铝的 这两个车子 推下来铝 然后第三个是放甜品的 三个车子有一个是甜品的 以前我们每次都是开到山上面 从山上面往下走 今天是放在 今天是从下面往上面走 实际上这段路也是白走了 终于看见那个大门了 普照寺 实际上应该直接开到山顶 然后从上往下走 好久没来了 一下没反应过来 在门口的停车场停了 结果走到那么远 普照寺 这个庙很有意思的一点 四大天王 你看这是元代的木雕 好大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周正义毛玉菊 周正义是谁啊 当年的上海首富 然后后来被抓了 现在好几十年了 应该放出来了 这些都是元代木雕 当年他捐赠的 但是也没有因为他被抓了 然后就把他的名字抹掉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比较厚道 这个寺庙 这边两尊也是啊 总共四大天王 都是周正义捐赠的 都是 这个是一个二郎神的木雕啊 是清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捐赠者是谁啊 吕梁梁伟 杨晓娟 香港居士 所以从这个一看得出来啊 这个寺庙在香港人心目中的分量 吕梁梁伟捐赠的 这个石雕的那个旗杆啊 是他们的正殿之宝 还有后面那个石牌坊 正式之宝啊 正式之宝啊 这些人物色彩栩栩如胜 大清乾隆年间 看一下这个石牌坊的背面 万里尽入不忠 如此门任谁你紫袍金带 这个字叫什么 仍虚吗 何掌归一 这是一个大漠王 地狱之神 普照金莲 到这里 他就是鸿杆铁胆 也要回头向上 那这里就是地藏王 阎王爷 拿着一个金鞭 周围两个来自地狱的杀手 栩栩如生 并且是那种浮雕啊 我这个寺庙来了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我就感觉很新鲜 确实跟一般的那种庙不一样 原来这个石瓶 真的是正式之宝 清乾隆年间建造 属于国家级文物 浮雕 是根据这个祖师爷 开建普照式的故事创作的 名字叫做灵观驱马图 这里是南灯市南灯佛 佛地宋光 这边是 这个是一个营花祖师殿 可能就是当年的开创者的纪念的殿堂 香火非常的旺盛 这种名山大川就是不一样啊 这种气势啊 确实现在行修的寺庙没办法比的 看一下这种名山大川的树木啊 你看这个薄木是300年 可能人们会变 可能他们不会变 这一棵弯一点啊 也有一百年 这一棵又是300年 哇塞 这种薄木 长得也比较慢啊 300年 也只能长这么大 这个也是300年 你看这种残天巨树 整座山都是 实际上整座寺庙的金华 都在山门这个地方啊 金门的四大天王木雕 还有这个是正式之宝啊 这个石头座的旗杆 以及石头座的牌坊 屏风 大雄宝殿 这里从下面走上来开始 就是阳光普照 那边到了 这也是二郎神吧 那他手上拿着什么东西 他还脱口 还脱口 他是你的柴呢 地藏殿 地藏殿 藏经国 藏经楼 怪不得看见人这么虔诚啊 原来是财神殿 这里求财 地藏殿应该是求学问 现在往这个寺庙的最上方走啊 就是他的后门 这里游客一般都不会来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 带大家来看一看 从这个后门下来啊 你看 这里有一块碑 是纪念的谁啊 陈朗先生 巴蜀世家少有才名 疑西香港 着而不群 这个城长就是 李嘉诚的军师 所以李嘉诚虽然跑了 但是他的军师长眠于此 据说他的尸骨是埋在这个地方 埋在这个寺庙的 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香港人啊 慕名前来 在这里朝拜啊 来缅怀这位传奇人物啊 香港的陈朗先生 当然他的 籍贯应该是四川的 所以叫巴蜀世家 所以这就是这个 普照是神奇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香港人 香港的明星慕名前来 主要的原因啊 就是这里居然来的 李嘉诚的军师 神不神奇 我刚才我老婆还补充了一下 实际上陈朗先生 他的晚年啊 他已经是在这里隐居了 他已经是退出江湖 然后到普照寺来隐居 他死后就葬在这里 然后这里有他的一个碑在这里 这就是普照寺的故事 这就是普照寺的故事 这里是他们的餐厅 应该吃素的地方 这里墙上有很多明星啊 谢秦很年轻 这个是谢霆锋 跟他爸 这个是谁 很担心 不是 反正都是香港明星的 这个就是女梁伟啊 那个是容索儿吗 那避免 你也这样 看得不太好 你会穿这个 这个是原跳 那个是 orang心 ions 好 里 minha 哇 关芝林 吴彦斌 还是很多明星都会到这里来